周日靖和高龙女上司流落大海 凭借着从被阎内学到的知识 周日和女上司就此开启了荒岛求生之路 幸好还活着 难道就我一个人幸存下来了吗 其他人难道已经 还有那位平常喜欢把我叫去办公室一顿P的灭绝事态 难道他也已经 为什么连坠机这种百万分之一的事件都会让我赶上 作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 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事 李清漫 是灭绝师太李清漫 完了 周日看着眼前的人他有点不甘心 再去用手探了一下他的脖子 竟发现李清漫的脉搏有轻微的跳动 还有叫 周日连忙把李清漫翻过身来 用膝盖顶着肚子帮助他腹部的积水排出 见李清漫并没有苏醒的迹象 周日情急之下只好对他进行胸腔按压抢救 喂 醒过来啊 过了一会见没什么动静 周日停止了按压 沮丧地坐在飞机残骸之上 嗯 这事呢 我已经死了吗 感觉到了小腿上传来的动静 周日本能地朝身边的李清漫看了眼 看到李清漫的眼睛已经睁开 激动地一把抱住李清漫 茫茫无一的大海之上 他终于不用在一个人孤独里面 太好了 你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嗯 快放开我 扫瑞 扫瑞 我有点太激动了 嗯 刚刚为了救你才这样 你放心 我是个正能量的人 绝对没有你想的那种 谢 谢谢你 浩瀚无边的大海上 周日终于不再是孤独一人 李清漫的出现让他多了一份面对绝境的勇气 两人顺着洋流飘荡了一天 此时太阳已经落到海面的上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 当时我漂浮在海面上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 快要沉下去了 忽然这个箱子就飘到了我面前 我奋力地抱着这个箱子 后来不知不觉就没了意识 不管里面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只能打开看看了 眼下两人又可又恶 没有任何救济物品 唯一能指望的上的就是眼前的这口箱子 那你打开它吧 这是航空餐 果然 天无绝人之路 你先喝吧 谢谢 够吗 要不要再来一瓶 还是你喝吧 你也很渴了 周日也就不再客气 悬开瓶带咕噜咕噜把水灌了进去 喝了水 周日又拿起航空狼吞鼓咽子吃了起来 在海上漂了一天他也很冷 不再吃点吗 不了 饱了 你体力消耗大 你多吃点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两人的这顿饭一定是今天最惬意的时间 吃饱喝足 周日顺势往飞机残骸上一趟 睡了过去 等在醒来时已经到了夜 李清漫双手抱着膝盖静静地坐在一边 不知道此刻在想什么 我们就剩两瓶水了 三盒饭 两瓶水 省着点的话应该最少能撑到两天 就怕两天之后我们还等不到救援 我们已经顺着羊肉飘了一天一夜 此时已经离坠机的位置应该很远了 他们的搜救队就算已经赶到释发海域 很可能也没法再搜寻到我们 而且现在是晚上 搜寻工作更加难以展开 照我们现在漂流的速度 一个晚上之后 很难说我们会被羊肉带到哪里 周日 如果我们没法回去 不会的 到现在我们都还活着 就说明老天并没有就此抛弃我们 我一定会带着你一起活下去的 放在以前 周日敢用这语气对李清漫说话 肯定少不了一顿批 不过这一次李清漫却没有说什么 他静静地看着周日 天上还能看到北极星 说明我们还在北半球 飞机应该是在太平洋上空失事 当时行程还不到一半 我们最有可能的是 处在中太平洋的某一块海域 周日努力让自己的脑袋 尽可能多地回想起 曾经学过的那些地理知识 北极星在我们身后 我们现在漂流的方向是向南 风是从东北方向吹来 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处在新风带 大概的位置在北纬五度至二十五度附近 如果能大致推算出精纬度的话 没用的 即使能算出确切的精纬度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坠机的时候 我的手机早就已经掉进了大海里 我的手机也已经被水泡坏了 周日又坐了回来 刚才又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这个时候肚子里传来咕噜噜的声音 你饿了吗 有一点 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可打开那个铝制的大箱子 忽然一股淡淡的嗦味飘了出来 宝温箱里的三盒航空餐已经搜了 糟了 那现在怎么办 不能吃了 忍一忍吧 别吃了 当时的周日内心极度失望 拿起盒饭准备放回宝温箱 你怎么还扔回去 都这么臭了 还不赶紧扔掉 李清漫见状立刻抢了盒饭一把扔到大海里 李清漫 你干嘛 周日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敢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 你为什么把它们扔了 都已经坏掉臭掉的东西 留在身边继续散发着恶臭 你不觉得恶心吗 身体也会出问题 为什么非要吃 如果真到了淡尽粮绝的时候 说不定可以用来当鱼儿 我们可以用它来捕鱼 李清漫气鼓鼓地看着周日 虽然他心里已经认同了周日的说法 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但他就是不愿意在周日面前承认自己错 正当李清漫思索着 要怎么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的时候 周日居然主动地向李清漫表达了歉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一时情急 说话重了些 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 我 哼 算了 你不用道歉 刚才的事情 确实也有我做得不对的地方 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的处境 还有 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 以后我允许你直接叫我的名字 是 清漫吗 还是小漫 这怎么感觉感觉怪怪的 是李清漫 在飞机残骸上晃荡了一整夜 也不知是怎样才熬到了东方天际饭感 这对周日和李清漫来说都是煎熬的一夜 在冰冷的夜里 他们不敢乱动 害怕一个大浪掀翻了飞机残骸 甚至担心自己睡着之后掉进海里 总之这一晚上对两人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昨晚睡得怎么样 很糟糕 两人就在海上这么漫无目的地飘着 一直到正午 可好可 我快不行了 我们喝水吧 见到周日有些犹豫李清漫有些急了 你想把这些水流到什么时候 我只是觉得这是我们最后的淡水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想动它 如果现在都撑不过去 那又谈什么以后了 你说得对 周日也正是明白这一点 打开了一瓶水 一人喝了一半 还留下了最后一瓶 不过周日低估了海上的高温 在炎热的高温下 几个小时下来 李清漫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症状 看到李清漫脸色惨白 没有一点血色 嘴唇也白得让人害怕 身子滚烫就像是一团火焰 周日慌了 李清漫 李清漫 我 头好晕 你别说话 这应该是中暑了 那是我们最后的水了 你留着喝吧 我可能快要不行了 别把水浪费在我身上 别说这些了 赶紧张开嘴 此时的周日根本没有想过 这是两人最后的一瓶水了 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回李清漫 这是我们最后的水了吧 别管这些 我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 这是我们最后的水了吧 喝下一整瓶的水 李清漫总算是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 周日 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 烈日还在两人的头顶 最后的一瓶水全都给了李清漫 周日此刻感到嗓子快要冒烟 你有没有感觉风变凉了 要下雨了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两人连忙打开保温箱 尽可能地收集雨水 这场雨就有我们一命 是啊 没有这场雨可能我们今天都撑不过去了 两人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 尽量不让气氛冷淌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天气终于稳定下来 不再像之前那样忽然起忽然雨 雨总算停了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你说什么 哪里不对劲 我的意思是 现在的风速好像有些过快 像是强风来临的前兆 有把话说的简单一点吗 简单一点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热带低压的范围 而如果热带低压继续增强的话 我们就要遭遇到热带风暴 热带风暴 是的 周日从一组撕猜几条长长的步 如果真的遇到热带风暴 这块飞机残骸根本不堪一击 为了防止我们在风暴中失散 还是先把我们绑在一起 那现在我来绑了 不 我不要 哼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有些奇怪 首先声明我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我们不会在风暴中失散 能用到非常的办法 对不起 我还是不习惯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 救命 还没来得及说完 李清曼的身形就滚落了海 李清曼 找到李清曼之后周日连忙往上游去 想要重新回到那片飞机残海 不过多了一个成年人的重点 如果尝试了几次后都没发爬上飞机残海 周日 你放开我吧 你闭嘴 我不会放开你的 大不了一起死 对不起 好了 不说这个 起码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绝境 好好养足精神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热带风暴吧 快看前面 周日寻声探拳 在目利所及的海平面上方 有一团黑压压的东西 这一发现立即让人为之正常 那是什么 是岛吗 很有可能 如果是岛那我们就有救了 远处的那座岛屿成了周日和李清曼的救命稻草 幸运的是两人漂流的方向也正是朝着那座岛屿回去 我们现在的速度很快 但方向是对的 那座岛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两人已经离那座岛屿越来越近 一座完整的 清晰可见的岛屿轮廓出现在视野中 糟了 我们的方向发生了偏离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生路 就是跳到海里游过去 真的 要跳吗 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再迟一下去只会让求生的机会擦肩而过 不能再等下去 周日主动牵住野清曼的水 纵身一跃跳进了海 两人在海里不知游了多久 终于游到了海岛的沙滩边 我们就是得救了 没错 我们得救了 此刻两人终于不用在海面上过着顺水漂流的日子 两人从对方的眼中都能看到劫后余生的庆幸 风越来越大了 我们得赶紧找到能躲避风暴的地方 李清曼跟在周日身后 他也明白两人此刻的处境如果风到来年 对于没有庇护所的两人来说同样是一场灭顶之灾 为了找到能够躲避风暴的地方 两人尽管都已经疲惫不堪 却都还在坚持着往海岛的更深处走去 希望在那里能够有所发现 没走多久 李清曼就已经无法忍受 他本来穿的就是短裙 因此自然成了那些蚊虫最佳的叮咬对象 周日 不行了 蚊子咬得我好咬 也许我们不该这个时候往岛中央走 我们退回去吧 在海边一定也能找到避风的地方 好 我走前面 你跟在我身后 第一次贸然进入海岛中央区域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只能被迫退回海边 第一次进入海岛中央区域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只能被迫退回海边 看来去岛中央果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真没想到树林里的蚊虫这么恐怖 李清曼坐在沙滩上 在海水的清醒下 身上蚊虫的叮咬已经不再那么难受 这帮家伙 怕是在这荒岛上待了五百年 就等着咱们两个上岛 可让他们好好的开了婚心 你当他们是孙悟空了 被压在这小岛五百年 那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说不定我就是来救他们的唐三藏 现在呢 要不就在沙滩上过夜 不行 绝对不能在沙滩上过夜 睡在沙地上人体的热量散失速度 是普通地面的三倍 这样很容易造成失温 我们现在已经筋疲力尽 绝对不能做这样冒失的行为 那怎么办 我们没法进去 再沿着海岛找找看吧 说不定能有遮风打扰的地方 天色一片漆黑 夜里的海湾不大 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风暴马上就要来了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沙滩到了尽头 前方不再是细软的海沙 而是一片礁石和峭壁 你留下来 在这里等我 我去前面峭壁上看看 有没有能让我们躲藏的地方 不行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我也和你一起去 两人沿着礁石滩往前走了一会 终于发现一处可以藏身的洞穴 这个山洞看样子可以用来当做藏身地 太好了 我们进去吧 好大的雨 风暴来了 周日长出了一口气 往山洞的土壁上靠去 身体彻底放松了下 这雨什么时候会停 说不好 也许一个晚上 也许一个星期 李清曼看上去很忧愁 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暴风雨天气 不能出去找食物和水 会被困死在这里 不知过了多久李清曼实在撑不住 眼皮沉沉地合在一起 就这样靠着土墙睡了回去 和李清曼不一样 周日并没有睡着 他要想的事情还很多 要怎么带着李清曼在这座岛上活下去 他起身向洞口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 李清曼会冷醒地过来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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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什么东西 别过来 不要过来 是我 周日 洞口传来周日的声音 接着就是他的身影从外面爬了进来 你去哪儿了 喝点水吧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睡着之后 我去外面教室摊上转了一圈 我不知道这座岛上有没有淡水 所以想要趁着现在想办法 储存一些雨水下来 可你这个塑料瓶从哪里来的呢 在礁石滩上 还有不少这样的瓶子 应该是被冲进海里的垃圾 顺着海浪和洋流 被冲刷到了这座荒岛上 还是你先喝吧 我在外面已经喝够了 你喝吧 李清曼也就不再谦让 拿起水就喝了钱 别着急 还有很多 等到一瓶水喝光 李清曼的精神状态变得好了许多 此时外面已经天亮 李清曼跟着周日来到山洞外 看见装满水的饮料瓶心里一阵安心 现在天亮了 我去探图上 看看能不能再捡些瓶子 外面风雨太大 你还是先回山洞里躲着吧 别把我看点了 我可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人 你还是待在山洞里吧 外面雨太大 这里没有医生 要是生病了就麻烦了 李清曼带着两人找到的东西 返回了岩壁上的坑洞 周日则继续往更远的地方搜寻 登岛第一天 没有物资是不行的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么找到吃的 不然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身体肯定承受不了 太好了 有椰子 在没有找到其他食物之前 椰子无疑是最佳的补给来源 不过现在下雨 椰子树很滑 看样子现在是没法爬上去了 就在周日准备离开的时候 脚下突然被一个硬硬的东西扮了一下 这是毛椰子 而且还要不少 要是把这些毛椰子都带回去 给我们吃好几天的了 待在山洞的李清曼 看到周日出去有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 这让李清曼感到忐忑不安 怎么还不回来 正当李清曼来到山洞 看到不远处的云木里 有个人影正朝这边走 周日 在这儿呢 江岛的第二天 周日在岛上找到了不少的毛椰子 这些都是能吃的吗 当然能吃了 这些全都是我从夜灵里捡回来的 但是 这要怎么吃呢 这 有点大意了 要不你等我一下 我去外面找块石头 你怎么不说一声 就冲出去了 外面风这么大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你傻看什么呢 说实话 尴尬了那么一秒钟 周日被说得有点尴尬 老老实实地开启了椰子 不过在试过了好几种方法之后 椰子依然在那里闻死不动 要不你先休息 换我来 还是我来吧 刚才的我太着急 这次不会了 总算砸开了 快喝吧 两人吃完椰子 就这么坐在石头上 靠着墙睡下 接下来的三天里 两人都是在这小小的山洞 到了第四天 排风才算是过去 两人总算能走去山洞 我们的那些椰子 都吃得差不多了吧 要不然趁着今天的好天气 再去弄些椰子回来 我也正有这个意思 不过在弄椰子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先做 我打算先把这座岛走一遍 在已知有椰子 可以补给的情况下 寻找水源并非低药物 相比起来岛清楚所在 岛屿的基本情况 显得更有利害 两人从礁石滩 来到了岛南边的沙滩之后 能够感觉到这一面的环境 和礁石滩那一面 有着挺大的不同 还是这儿舒服多了 要不我们从山洞那边 搬过来吧 确实 从居住环境考虑 住在舒适干燥的南面 要比带在阴冷潮湿的北面好 那我们就在这儿住下吧 岛还没走完 我们再往前走吧 说不定前面 有更适合的地方 两人暂时穿过这片白沙滩 开始继续绕岛行岛 你快看那边 那是不是一艘船 周日顺着李清曼手指的方向看去 在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翻船 这艘船好奇怪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我们上岛之前 有在这片海域上 见过这艘帆船吗 没有 说不定是因为这次台风 把以前沉在这片海底的帆船 给卷出了海面 面对一艘出现的如此神秘的沉船 两人想去上面查看一番 说不定能从沉船里 发现一些用得上的东西 但想到海中未知的风险 两人还是决定放弃 有点可惜 不过那艘沉船 就让它先待在那吧 周日看了那艘沉船一眼 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两人经过了一个 上午的绕道之行 再一次绕回到了 之前躲避台风的那个山洞 又回到原点了 我们走吧 去前面那片沙滩 沙滩上没有遮挡 很难应对雨水天气和潮汐 那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吧 那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要不我们去岛的南边 搭一个房子 那就听你的 我们去南边的沙滩搭个梁棚 来到海岛南边的沙滩 太阳已经向西方的天空天了一下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最好能赶在太阳落下之前 把梁棚的骨架搭起来 我们一起去树林里 我去搜寻木头 你去找椰子 屋顶的材料很容易就能找到 找了一些大树叶就行 如果要找到合适的木头 就相对难了不少 后来找到好几棵大小刚好 还长得很笔直的树 不过这玩意儿 根本没有办法弄成 算了 我放弃了 实在不行 就算了吧 反正现在天气好转了 住在山洞里也没之前难熬 我们再去继续找找 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你看哪 好多蘑菇 野外的蘑菇是最危险的东西 如果没法辨别是有毒还是没毒的 那就统一当做有毒的对待 好吧 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 这时的周日和李清曼也找到了不少断掉的树 接下来就是动手搭棚了 周日没有搭棚的经验 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搭一个简易的木头 等到一切忙完 太阳已经落到海平面上 疲惫不堪的两人坐在凉棚前 远方西洋西垂 天快黑了 我去一趟山洞 拿些水过来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没事 我去看看 马上就回来 你待在这里不要走远 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水来了 你快喝点吧 刚才你不在的时候 后面树林一直有个很吓人的叫声 应该是树林里的鸟类或者小动物 别怕有我在呢 你也进来坐下吧 那个 我还是坐外面 叫你进来就进来 怎么比女人还扭捏 在外面吹海风 能吹一晚上吗 木棚里面空间很小 只能勉强躺下两人 作为初歌的周日 一想到大美女李清曼就在自己身边 鼻子竟感觉到热热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流出来 流落荒岛的第二天晚上 周日躺在木屋里失眠了 李清曼 干嘛 没什么 还以为你睡了 没有 我睡不着 那说话话吧 说什么 两人都仰躺着 望着璀璨绚烂的夜空 两个流落荒岛的人 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不知过了多久 李清曼已经睡醒了 而周日却下了一下子清醒过来 他发现那些在北半球 能看见的星座全都没了 难道这座小岛的位置 在南半球吗 周日 正当周日因为星象的事情 而冷汗沉沉的时候 听到身后李清曼的声音传来 没什么 就是睡不着 哦 那你别太晚了 周日不敢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李清曼 因为他刚才的发现 证明了两人所在的小岛 绝对不是一般的白云 很可能根本就无法搜索 周日呢 你醒了 李清曼寻声望去 只见在平整的白沙滩上 周日已经用石头摆出了 一个大大的求救信号 这 这是你做的 是啊 睡不着 干脆起来干点货 那今天呢 我们该做些什么 住的地方暂时算是解决了 吃的可以靠椰子来补充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源 我们得在岛上找到引用水源 上次暴风雨储存的水撑不了多久 而且下一次暴风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简单的休息之后 两人再次往海岛的中间区域走去 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 可以引用的水源 要在一个荒芜的小岛上 找到水源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幸运的是 在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丛林穿梭之后 两人终于有发现 只见在一处崖壁上 一直有水慢慢地渗下来 你要做什么 是淡水 从这儿出来的是淡水 我的天 可是要怎样才能把这些水收集起来呢 当两人都在愁眉苦脸的时候 周日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 有了 你想到办法了 可以试试 周日当即解开鞋带 并且把鞋带抽了下来 你要鞋带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看他把鞋带的一端插入了 岩壁上一处渗水的湿缝里 然后又将鞋带的另一端塞进 带来的塑料瓶里固定住 这样真的可以吗 一定可以的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就看水能不能顺利地流进塑料瓶里 大约等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果然见到岩壁上的那些水滴顺的鞋带流进了塑料瓶里 两人高兴的时候周日却看着鞋子发愁了 你等我一下 说着去一旁的树上扯了一段层外 你别动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呢回沙滩吧 再往前面走走吧去岛中间看看 行那走吧 于是两人离开水原地 开始往这座小岛的中央走去 岛的中央是一座石头小山 在这座石头小山的中间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周日带着李清曼走向前去 打算踏上这块石头上去看一看 站上这块巨石 视线比刚才还要好很多 四周围全是无尽的海水 我感觉我成了这个岛的岛主了 坐在石头上 整座岛的情况都能尽收眼底 两人开始细细地观察着整个岛的地形 差不多了 我们去水原那边看看吧 海风吹得太久会让人头晕 李清曼也觉得不能再继续吹下去 于是跟着周日一起从大石头上撤下 朝着刚才放置塑料瓶的水原地上 快到回到水原地的时候 周日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你看 这些好像是动物的脚印 在两人前方的地上有一些零碎的印记 看上去像是某种动物留下的脚印 为了保证安全 周日左右手捡了一块石头在手里 要是真遇到野兽 可以用石头来吓走对方 两人小心翼翼地靠近水原地 只见一只白色的野山羊 竟然在不停地用舌头舔噬着石油 放置的塑料瓶被这个家伙给碰到了 周日看着好不容易弄的挤水装置 居然被这山羊给弄倒了 举起石头想要以此赶走他 一羊子 周日把石头朝着山羊扔去 山羊受到了惊吓 转身逃进了树林里 你没事吧 没事 被我吓唬一下就跑了 就是我们的水被这东西给打翻了 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水没了可以再见 两人来到那块崖壁下面 当时设置的两个塑料瓶 有一个被刚才那只野山羊打翻 不过好在 还给两人留了一瓶 看来这只羊也知道 做羊流一线 日后好相见 周日和李清曼虽然上集中找到淡水 但接水过程 有一只野山羊过来搞费 如果不把它解决的话 这里取水很容易就被它出来捣乱 你说这荒岛上 怎么会出现山羊的 难道有人在这里放牧吗 不太现实 我们在这座岛已经待了多日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 那这些山羊从哪里来的 在以前大航海时代 那些远洋的船只上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现在有许多大洋上的岛屿 生活着这些野化的家畜 就是当年那些船只在经过岛屿时 被水手抛弃在岛上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也说得通 那也就是说 以前肯定有船只从这座岛经过 这一点可以肯定 海滩外面的那艘古帆船就是证明 也是 看来这岛上的山羊 就是当年那些船只留下的 想要让野山羊不来倒乱 打了山羊 这是周日想到的办法 但眼下没有工具 赤手空拳又不一定打得过那只山羊 要不 我们在水源外面围一圈篱笆 可以试试 这树林里那么多的树枝树干和藤外 用来在水源地的外面搭一圈篱笆 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两人开始搜寻那些能够用得上的材料 有多少拉多少 全都搬到了崖壁下面 两人忙碌了大半天 周日在水源地的外面打了一圈简单的篱笆 走吧 该回去了 一会儿我再拿个塑料瓶过来 等到明天早上再来看看 嗯 走了 夜晚 坐在凉棚里 周日和李清曼各自看着星空发呆 你饿了吗 饿了 每天只吃椰子的确会撑不住 我们得想想办法了 白天的时候 看到了那只山羊 现在我的脑子里全都是羊肉 只要一闭上眼 它就跑我眼前来了 我也有点想吃 可惜 我们现在没火 要是有火的话就好了 说着周日直接起身来到了凉棚外面 你去干嘛 我得找东西生火 喂 这么晚了你还去树林呢 我受不了天天吃椰子了 你怎么也来了 树林里危险 你还是在凉棚里待着吧 嗯 你也知道危险 嫌你还敢一个人去 我太饿了 现在想办法生火 明天去山上把那只羊杆了吃羊肉 真拿你没办法 比起两人第一次夜里贸然进入树林 这一次的结果要好上很多 在树林里转了一圈 找了一些干燥的木头 木块 木棍 周日这才稍微满意地回到凉棚 接下来周日要做的就是生火 准备一块木质坚硬的木板和一条木棍 还有一些椰子绒毛 一切准备妥当 周日双手搓着木棍 按照电视上学来的方法开始钻木区 嗯 简单的几次尝试之后 周日就发现 木棍摩擦的那一端也只是发热 连烟都不会冒 一次次的失败 让周日变得焦躁不安 动作也开始变得很大 哎 李轻慢把那根被甩飞的木棍捡了回来 坐到周日的对面 我和你一起吧 于是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已经有了烟 只要再快一点就能得到火星 然而却始终无法突破最后一步 烟一直都只是烟 没有出现火种 还是不行 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达到 看来今天只能到这里了 不折腾了 先睡觉吧 第二天醒来之后的周日一身倦意 长期没有摄入电粉和蛋白质 这让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连身旁的李轻慢也是跟他一样 我好困 那你在这继续休息 我去昨天踩水的地方看看 来到那块崖壁下面 看到篱笆完好无损 里面的两个塑料瓶 已经集了差不多一整瓶的水 换上新的两个瓶子之后 周日就拿着那两瓶水回到海边 来到海滩 李轻慢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在凉棚外散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李轻慢 李轻慢 糟了 这是发高烧 流落过荒岛的观众都知道 这种情况下发高烧是很危险的事情 水 对了 可以喝水 周日当即扶着李轻慢起来 为他喝自己带回来的水 不行 这水太凉了 你等着 我去生火 别 别去了 不用管我了 李轻慢表情看上去非常难受 身体的状况摧毁了他的心理防线 说什么呢 我说过 我们要一起活下去的 怎么可能不管你 我们没法在岛上生存下去 这样慢慢地耗着 早晚有一天会失败 那又怎么样 也许我们会失败 但绝对不是今天 你好好躺着 我今天一定要把火生起来 为了能够生出火 周日去做一个取火工 希望这样能成功生火 来到海边 周日快速地拉动取火工 不一会木头上就冒出了淡淡的白烟 看到白烟飘出来 这个时候周日立即加快了速度 把取火工拉得更快更快 凉棚里的李清漫看着这一幕 心中的那根弦似乎被拨动了 然而不管周日怎么努力 却始终离成功只差一步 发客 周日 休息一会儿吧 没事 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凉棚外 周日还在低头撞腹 却不知此时天空中悄然地飘来了一团厚厚的乌云 快点 快点 快点燃起来啊 干燥的椰蓉忽然喷出一团灼热的黄色火箭 成功了 我成功了 周日把准备好的干柴放在火星里 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 此刻的周日很想问候一下这反复无常的贼老天 但眼下发烧的李清漫更加重要 周日拿着树叶做成一个简易的字 来到李清漫身边 走了 我背你 不用了 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 你快点去找地方躲雨吧 开什么玩笑 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好笑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去躲避的地方 你先闭上眼睛休息 一会儿就到了 周日角度不停 一路急跑朝着当初的山洞跑去 再一次回到山洞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李清漫此刻的状态也更不好 坐在那里身体不断地发动 火 生火 周日努力地想着各种生活方法 有了 清漫 你的手机呢 快把手机拿来 我要用手机生火 我的包应该还在凉棚那里 手机就在里面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 周日冒着外面的大雨来到凉棚 万幸 在凉棚下面周日发现了李清漫的胯包 兴奋的周日开心地一路同温 片刻都不代谢地回到山洞 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 周日拿起手机 拆掉外壳取出里面的李电池 周日找来一块石头 开始一顿满杂 过了一会儿空气中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跟着马上就有浓浓的白烟冒出 电池的温度在急剧升高 猛然间爆发出了强烈的火焰 把椰子绒毛和椰子壳燃烧了起来 你做到了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温度还是很高 你就在山洞休息 我出去找个能烧开水的容器回来 先别去了 有火就已经很舒服了 你也累了 好好休息 山洞里的椰子壳烧不了多久 我得去弄些木头回来 那你出去多小心 我会的 不过好在周日来到外面后没多久 这阵暴雨就停了下来 就像你对象变脸的速度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由于刚才下过一阵暴雨 树林里的木头都是很湿 周日只能先用火把木头烤干 然后再投入火堆里燃烧 弄好了燃烧的木材 周日又前往了外面的礁石滩 想要在那里找寻一些能够用得上的工具 很快周日就发现了一个金属的奶粉罐 看上去这是一个被冲上倒不久的垃圾 有了这个铁罐 岂不是可以给李青麦烧水了 就在周日拿起铁罐的时候 一个大螃蟹从里面跳了出来 周日当即把螃蟹装进了桶里 这里能够发现螃蟹 这说明礁石滩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螃蟹 再往前找找看说不定还有意外惊喜 于是周日开始了自己的港海生活 对港海知识必然不是很熟练 不过好在除了那些跑得快的 礁石滩里还有不少跑得慢的贝壳和海螺 周日在滩图上来来回回减了不少 等到周日要返回山洞的时候 那个铁罐里装着一只大螃蟹和很多的海螺 嘿嘿嘿 今天就委屈一下你们 让我和清曼吃上一顿好的 我回来了 你 我 这是因为体温过高的表现 如果不想办法给李青麦降温的话 情况会很危急 清曼 清曼 你醒醒 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看到李青麦的反应 周日知道现在必须给李青麦物理降温 不能再烫下去了 于是周日把李青麦抱到了洞口 做完这些 周日回到山洞里 开始给李青麦烧开水 这是热水 你多喝些 你再等等 一会儿就有好吃的了 山洞里 周日不停地忙碌着 铁罐里的水开始沸腾 周日把那只青黑色的大螃蟹扔了进去 咱们过来的一天